這些多少錢房啊? 買這個,我叫他開一刀 這個中間是不是? 多少錢啊這個? 要上這個? 好啊 好啊 早上啊,大哥 今天,今天都開工的 你怎麼沒有? 那個街市開來開來開來 街市更加不用坐 哎呀,好啊,中間開刀 啊,好啊,好啊 對嗎? 好啊 阿秋童姐 你們要停開 好啊 我不是啊,我要來 回去自己切開去 我是豬肚,大家好 看不見到這個南瓜 這個是另外一半 那一邊已經做了南瓜燜雞 這個是7.9 它又不是很大的 我已經用這個保鮮紙封住了 過了兩天,這個表面都開始乾身了 所以放兩天左右就要吃了 剛剛剛剛見到我街市買了 豬仔骨 哇,現在要28元房 這裡30元 這個豬仔骨 哇,大家看看 豬仔骨30元 我就問他,可不可以和我 在中間切一刀 這樣說 他說可以 他切一切的時候 我看到他這樣切 我就 大家看到 哎呀 他馬上停一停 那不是中間的割刀嗎 那我中間的割刀的定義 就是拿得很正 不過很難說的 你求人做 就當然不是自己心水 沒問題 其實我回來自己砍也可以 其實我有把斬骨刀嘛 那次在花園街買的 不過他切,我當然是切 那不如今天就是 南瓜蒸苔骨 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買到便宜南瓜 又買了豬仔骨的 那就做了 一個蒜頭 一隻辣椒 就做到 很好,很簡單 買回來 當然是清水解凍 它已經解凍了 解凍了 就是要先用鹽拿去 先用鹽拿去 拿去,讓它去除雪味 先加入少許鹹味 那大約拿去十分鐘就可以了 好,等下十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好 這麼快,辣椒仔一隻都搞定了 OK 好,處理夠 豬仔骨了 好,煮鹽醃了幾分鐘就可以了 那些腥味和雪味都走光了 有一點鹹味進去 我們沖乾淨它吧 為甚麼要買這些豬仔骨呢 因為呢 我就探望它有一條條骨 就是這樣 喂 這裡有一條條骨 看到嗎 一條條骨 我們就這樣切 切開一塊塊 其實就等於排骨 但是排骨呢 因為它有時斬到 就有大有小 我不喜歡 反而我喜歡吃這些豬仔骨 它是有些肉的 通常我這些豬仔骨 我不是拍過呢 用來燒啊 乾波爐啊 這個氣炸鍋 我都有做過的 挺好吃的 如果你們有些爐 用燒的方法 今次蒸我都用這個 哇 這麼快切好了 OK 我們現在要醃醃它 因為這些豬仔骨 要醃過 好吃 才有味道的 我呢 就會加回剛才 辣椒 一個蒜頭 你看看 我都覺得會多了少少 用三分二的蒜頭 不要太多 太誇張 這些用來做別樣 都沒有問題 我要加少少 胡椒粉 少量 蒸的關係 我會加糖 一個茶匙的糖 因為帶動到味 當然要加少少生粉 多一點 一個湯匙的生粉 生粉 我會加多一點 生抽 半個湯匙 半個湯匙就夠了 一個湯匙的蠔油 一個湯匙的蠔油 現在就拌拌它 再加少少油 大約 半個湯匙 不要多 一點點油 再拌拌它 好了 現在醃它一會兒 醃它半個小時以上 讓它入味 一個小時都不要緊 久一點都不要緊 因為蒜很入味 但現在要馬上蒸 它可能骨 就不夠味 好 我們過來處理 南瓜 這個南瓜 另外一半 就要來燜雞翼 這個用保鮮紙封口 兩天 兩天內 就要吃 不然 它會吸光冰氣 這個位置 我們都切掉它 你都知道 慢慢切掉 不要 切掉 這個要浪費 因為它有冰氣 通常的瓜菜都是這樣 我們今次 南瓜蒸排骨 你看看 通常蒸排骨 有些朋友說 要蒸八分鐘就好了 千萬不要那麼久 你都知道 我就要蒸二十五分鐘 哪個對 哪個不對 不用說 很多時候 入口的東西 就因人而異 有人喜歡八分鐘好吃 我喜歡二十五分鐘 其實不用爭 很簡單 你把它蒸八分鐘 首先吃一塊 覺得好吃 你又感覺到 然後你繼續蒸 蒸它二十五分鐘 看看 二十五分鐘都不好吃 那就是八分鐘就對了 相反 二十五分鐘是好吃的 以後就蒸二十五分鐘 甚至不用那麼久 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煮菜的東西 自己去決定 好了 我就蒸二十五分鐘 蒸二十五分鐘 其實南瓜很快就會軟 所以我蒸二十五分鐘 南瓜我就會切厚一點 南瓜我就會切厚一點 這些這麼大塊 當然是配合最大塊的 很漂亮的 蒸出來之後 就會縮水的 我這裡有十五塊南瓜 好像不止十五塊肉 沒什麼所謂的 就自己排好它 排好了 不過還有幾塊 就放進去 有時候也是這樣 放進去就行了 隨便可以 放在邊 攝一攝樣 OK 這個菜是三十塊豬仔骨 另外我是七個九 你當一半 四塊的南瓜 現在可以拿過來蒸 蒜蓉南瓜排骨 要蒸一下 記得大火滾水 還有要遇到少許水 因為我蒸五個字 你們看一下 五個字我才覺得OK 大火滾水 小心點 OK 蒸五個字之後 再跟大家說 先關掉抽油煙機 先看看 25分鐘蒸南瓜蒸排骨 嘩 你看看 這個蒜蓉真的沒得頂 幸好 放這麼多水 都緊緊 不行了 你看看 差點不夠水 多漂亮 好了 我們拿過來這邊 拿過來 好了 蒜蓉蒸排骨 好香 南瓜底 都有水 不要緊 南瓜好味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 我蒸了25分鐘 好香 這個很簡單 其實我只放了一隻辣椒仔 其實可以放多一隻 我覺得 不過我太太不吃了 這樣用這些豬仔骨做 很簡單 這個南瓜幾蚊雞 豬仔骨30蚊 這裡34蚊 其實就沒計算頭 好 先灑幾粒蔥花 讓大家看得到 好 零四不同 又香一點 多放幾粒 這個幾乳 好 好 試一塊排骨 最大的豬仔骨 是這樣的 有一條骨 蒸了25分鐘 我試給大家看 你看一下 好軟滑 好香 我喜歡加多一點辣椒 不過好吃 好棒 好棒 你看一下 讓我先吃這個 整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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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好吃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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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甜 南瓜又甜 這些 蒜蓉豬仔骨 又好吃 用排骨也可以 希望大家有機會 試試做 是否很方便 醃好 最後 都不用再淋 豬仔骨 不用盛 它是有水 不要緊 因為可能不夠乾 可以的 好甜 水我以為都要拌飯 希望大家都試試這個 蒜蓉南瓜 豬仔骨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通常一般家庭 都買一條十二兩 就夠了 那些大約三十五元 其實鱔魚的好處 鱔魚的好處 鱔魚有健脾利濕 和中開胃 活血通落 溫中下氣 我打算這樣 整個島下去 有湯有魚 看看成不成功 懶人做法 又有豆腐